好,那這次呢是玩一隻叫做 Through the Ages A New Story of Civilization 的教學 那這隻遊戲呢非常之難 非常之難 但是分數也很高的 它在BGG上面是8.3分 排第14名的 非常之高 那它的複雜度呢 嘩,嚇死人 4.44超過5 那之前我們玩Spirit Island 是4.1不到的 4.0多 那這隻去到4.44 嘩,非常之高 那我玩完這個Tutorial Tutorial它做得很好 那就... 基本上過完一次Tutorial 你知道遊戲的規則已經去到八九成了 那... 嗯... 但是... 遊戲本身也是很難的 所以... 接著我再玩一場 容易的電腦 嘩 嘩 嘩到... 嘩到傻了 那...所以我就打算 玩一次Tutorial 看看會不會... 有些東西可以做得再好一點呢 那我們就來玩一下Tutorial 好,那它說HELLO WELCOME TO THROUGH THE AGE TUTORIAL I WILL BE YOUR GUIDE 我就會做你的... 字印那樣 那這個叫ANCIENT VADA 那VADA就是... 這遊戲的作者來的 那...它說這些屋子呢 就是表示你的文明 那這個叫做THROUGH THE AGE 是一個文明遊戲來的 那... Well,It's more like a small trip Right now 好像一個小的部落那樣 那... 你的任務呢 就是要帶領它 去變得更強大 對,還有... 有這個... 榮耀這樣 那... next... Use a row of cards 你就會見到一排的... 呃... 卡啦 那... THROUGH THE AGE 是一個... 卡... 牌驅動的遊戲來的 那... 實際上呢 呃... 就算你的文明是... 就... 呃... 應該就是說 你的文明其實都是用些卡 來去... 呃... 組成的 那你可以暗一下其中一個建築 那你就會發現了 哦... 你就會見到 卡 而且有些Token在它們上面 那樣的 那它說 噢...你現在看不到我的宿主在上面 那... 但是... 呃... 你至少看到我在說什麼 那... 那這些卡呢 就是... 一些... 起似的一些技術 起似的一些科技 那... 就... 啊... 用這些黃色的Token 去表示... 啊... 你有幾個相對應的科技 那樣 就是... 這些黃色的Token 就表示你的... 你的... 你的人 你的人 那... 那... 或者叫做工人 那樣 那... 農業 就是一些種田的科技 每個工人表示一個農田 這裡是銅礦 有兩個工人在銅礦上表示一個礦井 然後有一個在哲學上 這就是我們的實驗室 做一些科技的工作 最右邊還有一個叫宗教 目前一開始是沒有工人的 但是如果有工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產生文化 其實這個遊戲最後就是看每個文明所產生的文化 越高就越贏 如果有黃色的token在上面 就是一個寺廟 這樣就click the background behind the cards and return the main view 回一回去註畫面 看一下有兩個農田 有兩個礦 然後有一個實驗室 這樣就用這些燈來表示 其實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兩個 這裡有一個 這樣就用這個黃色的燈去提醒你 其實你就有多少個黃色的token 這樣 最右邊的就是一個建築的地 因為你還沒有任何的token 所以那裡沒有工作人 就變成一個空地 放在這裡提醒你 你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culture 這個 那 這裡右邊還有一個大的建築物 就是你的政府 就是你的政府 那 就 它沒有燈的 也不需要燈的 然後說 遲些就會看到的 跟你 每回合可以做多少行動有關的 那 這個 和你那個政府的 就是那個文明的 政體有關 之後 也可以改變 那 第一個回合 第一個回合 就是 一個 古代 那 We call it HA 用A去表示 那 這裡的牌 上面都寫著AA 那 我們首先可以做的就是 在這個 符上面去拿牌 去拿牌 那 這一行牌 分成三個區 三段 那 最左邊的五張呢 那 就是 有一個白色的圈圈 中間呢 有兩個白色圈圈 最右邊的四隻呢 就有三個白色的圈圈 那 就去表示 那 這些牌是便宜一點可以拿到 這些牌呢 是貴一點 這些最貴 那 這些是要cost 那個action point 才可以拿到的 那 You play them with C for action 一些民事的一些行動 那 就 那 這個花費呢 就是 放在那個底那裡 告訴你 要花多少個行動 那 就 現在你就得 一點 一點的 就是 C for action C for action 那 你就可以拿一張一點的卡 如果你有兩點的話 可以拿一張兩點的卡 或者拿兩張一點的卡 類似這樣的意思 那 因為現在我們只可以拿一點了 那就一定是這五張卡裡面選擇 其中一張 那 他說 例如你可以 可以 開始去做這個建築 那個圖書館 Library of Alexandria 那 那 或者你可以 選擇這個stock pile 那 他就會 給你一些資源 給你一個礦石 或者給你一個食物 那 那 或者你可以選擇這個urban goal 去 令到你 建設的成本降低 又或者你可以選擇這個 艾斯多德 艾斯多德 去 帶領你的民族 這樣 因為現在我們還沒有一個領袖出現 這樣 那 跟著呢 你說 You can take a closer look at any card By clicking it 按一按它 就可以看一下它有什麼特殊的能力 那 艾斯多德 就是一個 會是一個好的領袖 但是現在呢 just close the card view by clicking anywhere 但是我們就不選它 那如果我們 這樣就會 選了它 入我們的手牌 還不是我們的領袖 那 現在我就 去 問問你 I know it will not be easy with all these great cards 哈哈 就要 希望你 選 它 去做我們的第一張卡 然後呢 我能夠幫助你 學習 更快地學習這個遊戲 怎麼玩 那 那 我怕 而且 這個是搞笑的 而且呢 我很怕 頭上面 這個 紅色的 靠叉 紅色的靠叉 它待會會說這個 代表什麼 不過呢 我們就 先把它 然後呢 我們再選 它們看到的能力 這個是它的相片 然後就寫 Can teach you how to play this game 其實是 沒用的 這張是一個 專門放在這個 Tutorial 去搞一個 GET 這樣 那 我們就 take this card into your hand 去了我們的手牌 Thank you I am sure will do great things together 可以做一些大事 那 現在呢 but not now 不是現在 那 因為呢 我們已經沒有這些 civil actions 那 所以呢 他就說 你已經用完 唯一的 這個 civil action 拿了這張牌 所以 已經沒有了 所以 現在我們只能夠 entern Great Now you have your production phase 進入一個生產的階段 那 你的建築物呢 就會生產食物啦 礦石啦 或者這個 科技點數啦 那你就見到了 兩個屋 這裡就會有兩個藍色的 這裡有兩個 又會有兩個藍色的 但是這裡呢 是沒有藍色的 雖然都會有一個點數 然後你就說 看一看 看到嘛 然後 那些卡牌呢 有那個 at the mark position 就是說 每個回合呢 結束的時候 左邊的三張牌呢 就會 如果沒有被人拿到的話 就會移出遊戲的 就會移出遊戲的 那 就 如果被人拿了的話 就沒事啦 就 但是如果沒有被人拿的話 它都會自動移出遊戲的 那這個等於 象徵著這個 時代是會演進的 你不拿它 它就會走了 它就會走了 Viu I think I think I owe you one 我欠 我欠你的東西 If you hadn't picked my card 如果你沒有拿我的牌呢 那我都會被discard的 所以你已經開始了第二個回合了 那 那 現在你就有 這張牌在你手 那 手牌呢 其實就是沒有任何的效果 或者能力的 直到它被打出為止 直到打出為止 那張牌才會發揮它的功用 雖然這張牌的功用 是沒有用的 Oops That's mean I'm breaking the rule When I give you advice 那它又是在說笑 就是說 哦 原則上這張牌的手牌是沒有用的 但是 我已經在教你怎樣玩遊戲 那我猜呢 我最好呢 就是安靜一下 直到你發現 怎樣去打出 這張牌 好 那 很簡單的 拖著它 扔出去 那它就走了 去這裡 成為我們那個 文明的領袖 那 Great Now I can officially help your civilization 可以幫助你的文明 可以幫助你的文明 那 Paint my card has called you one civil action 那 打出那張牌呢 用了一次這個 civil action 那 每個回合開始就會有四個 或者 Default這個 整體是有四個的 civil action 實際上它還會有 military action 那 但是它 在遊戲一開始的時候 還沒 將 所有的東西都一次過 都放出來 這樣 它後面才會再補回 就是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紅色點 其實就跟那個 military action 有關 那 之後再看 那 Paint my card has called OK 那 它說現在你還有三個 civil action 那 基本上它就說 我可以做多三件事 在這個回合裡面 那 在我們做事之前 我們看看 我們 剛剛回合的那個生產階段 生產了什麼 Let's look at the card again 那 我們就把他拆出來 那 它就說 On the bronze card 在那個銅的那張牌上面 上面呢 我們因為本身有兩個 workers 代表兩個 那些 銅礦這樣 那 所以在production phase 就會加兩個藍色的 token 進來 表示我們產生了 兩個單位的 的 的礦 的礦石 那一個單位是多少呢 那 就跟你那時候的科技的級數有關 相對應的科技的級數有關 那 During the production phase Each might produce a blue token 它就會產生一個 token 一個 token代表什麼呢 是 是不一定的 那 那 The one 這個 有塊石 這樣的 的 symbol at the bottom of the bronze card means that 每一個 blue token 呢 在這張牌上面 是代表一個 礦石的 是代表一個 礦石的 那 類似呢 這張agriculture呢 我們有兩個worker 所以呢 剛剛呢 也會得到兩個藍色的token 而這一張 最低級的agriculture呢 是 每一個藍色的token 是代表一個食物的 所以現在我們有兩個食物 兩個礦 兩個礦石 那它就說呢 如果實體版的話呢 就要去 自己去計 究竟 我們目前 現在有 食物 有幾多個 或者那些 礦石有幾多個的 那 電腦版裡面呢 它就幫你計好的 所以呢 它就show這個bar 出來 告訴你 當前我們有兩個食物 兩個礦 每回合 我們會增加兩個礦 兩個食物 也都每個回合 會增加一個科技點數的 現在我們也都有一個科技點數 所以其實它有產生的 不過呢 這個科技 和這個文化 是不放藍色token的 那 it show that you have 兩個resource 或者叫兩個礦 那 那 那就 那 那 也告訴你 每回合 會增加多少 那 ok 那 它就說 這些在科技點 或者在文化點數的數字 呃 它說 稍後會再說 然後呢 它說 這裡 這個黃色token 就是表示你有的 限制的工人 限制的工人 那就表示它現在還沒有工作 一個限制的工人 可以放去任何一個地方的 放去任何一個地方的 啊 跟著呢 每張牌呢 這個左邊 下面 那些地方呢 就告訴你 它需要多少的資源 去令到你的限制工人 可以放上去 啊 那 那 這個 嗯 科技 或者這個 文化呢 都是要三個 礦石的 那 我們現在只有一個的 所以 沒有可能放上去 這樣呢 它就 如果左邊這個農業 或者去銅 就要兩個 就要兩個 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礦石的 所以我們是可以 放在左邊 或者放在第二張牌 這樣 那 它就要我們 嘗試 建一個 建一塊田 這樣 那 我們就把它 拖 啊 它暫時不讓我們這樣做 我們就 按它一下 那 我們就 build a new HA farm 這個HA 就是那個 古代 這樣 那 那個 限制工人呢 就會上來這裡 這裡有三個 那 你看到這裡呢 就會加三 那麼我們的礦石就會 花費了 那麼就變成0 加2 OK Great You have built a new farm Just like that By hitting a button But what exactly happened 它說 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麼它解釋回 我們用了一個 C for action 然後呢 用了兩個 這個 礦石 跟著呢 我們那個 Idle Worker呢 就走了上去啦 跟著我們就說 看看外面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麼 這裡兩個藍色的袋 就沒有了 跟著這裡呢 就會多了一個 變成三個 然後我們每回合呢 都會產生三個的 的 食物的 那個 藍色的 Token 那麼 他說Well Not that wonderful 他說 不是那麼好啊 這個行動 他說Excuse me 做什麼 他說 我就說 三個 Mai 如果我們不蓋 農田 我們剛剛如果蓋 一個 銅礦的話 會好一點 他說Hey What do you care This is our civilization 他說 這個 阿里士多德 你都 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出什麼聲 他說 Wait a moment You know what 他說 哦 他是對 他說得對的 他說 下一回合呢 因為我們需要 resource 去 需要 其實需要 那個礦石 多個 食物多些 因為 如果我們 蓋了那個 農田的話 我們下一回合 都只有兩個 礦石 我們 仍然都是 蓋不到 右邊的兩個 但是如果我們 蓋了一個 礦牆 下一個 我們就會加三 我們就會拿三個 可以蓋 這個 philosophy 或者 culture 那 幸好 我們有這個 undo 按鍵 他就叫我們做了 Cool The entire bill of farm action was reserved 全部還原 我們拿回 行動 然後 資源 也都拿回 Idle worker 也都拿回 完全 還原了 I bet there will be many times when you find yourself grateful for this button 你之後 一定會覺得 這個undo button 非常之有用 Now let's build a new mind 他叫我們 是一個新的銅礦 那 他說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 他需要多花費 多少資源 那我們 已經不需要再 打開那個 那個 卡 那個 就是 打開 那個卡 那個界面 來看 要兩個礦 那 我 教你一種快點的方式 那 他就說 我們可以 直接把這個 黃色的Idle worker 直接拖過來 這裡 放手 這樣 這裡就會變成 三個 我們也是消耗了這兩個 礦石 然後這裡就會加三 這樣 這個 C for action 也都會用了 這樣 就說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了 礦石 我們已經不可以再 建更多的東西 然後 他說 我們還有兩個 C for action 還可以做什麼呢 他說 我們其實可以拿卡 可以拿一張 這 中間 這些 兩個 白色圈圈的 卡 或者拿兩張 這些 一個白色圈圈的 卡 那麼 他說 他說 As you can see the other leader of antiquity 這個 兩個綠色的卡 已經是 暗了 表示我們不可以再拿 因為我們已經拿了一張 是 HA的一個 leader 已經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 不可以再 再放 那麼 我們要換的話 要換一些後面一點的時代 H1 H2 H3 的 那些 leader 才可以取代舊 就是 你一定 一個時期裡面 只可以放一個 leader 到新的時期的 leader 才可以取代舊的時期 那麼 How unfortunate 選不到這個 艾斯多德 那麼 All the cards in the right mode section are also dim 他說 右手邊這一排 也是暗的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 Civial action 我們也不可能拿到這些 要三個Civial action 才拿到的卡 那麼他就說 Let's take a yellow action card Urban growth look like a good choice 他叫我們拿這個Urban growth 那麼他的效果就是 就是 建一個建築物 或者 upgrade一個建築物 呢 就 比少一個 礦石 比少一個礦石 那麼一開始我們的資源比較 緊缺 所以其實 就是 少一個 已經是很重要的 那麼他就說 我們可以直接把牌 抽下來 那就會進入了我們的手牌 Great 那麼 Action card can be used on later turns for rarest one time benefit 那麼之後我可以做一些一次性的效果 那麼 那麼 他說 這個回合最後一個行動 那麼我就提議你去建設那個金字塔 那麼 這個紫色的牌 金字塔 那麼 Such an obvious move 很明顯要這樣做 那麼 Thank you for your input Astordo 那麼 那麼 Let's take the promise 嗯 那麼 你已經知道 兩種方式去拿那張牌的了 跟著 第三個選擇就是 直接Double Kick 那麼我們就可以 拿了這張牌了 那麼 那張牌就不入手牌的 Do not go into your hand Instead go directly into play 那麼他就直接走了去 這個 這個 那麼 那麼 這個就是那個金字塔 但是他還沒建好 那麼他就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文明 開始 建立著那個金字塔 Just above this text balloon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氣球上面 那麼 Click the consumption site 那麼 按一下吧 那麼你看到這張牌就會寫著 三二一礦石這樣的 那麼 那就是說 他要分三個階段來起 每個階段呢 會花費一個的Civil Action Point Civil Action 那 那麼 需要花的資源呢 就是 起完第一階段要花三個 然後再起完第二個階段要兩個 再起完第三個階段要一個 所以你可以用 三個Action Point 直接花六點 就直接起完 或者花一個Action Point 就三點 就起完第一階 五個 兩個Civil Action Point 那麼就可以起到第二階 這樣 之後再起第三階 那麼 I'm a wonder are most epic creation you can build in the game 那麼當然呢 他就會有些效果的 It usually takes several turns to complete a wonder 即是 你有事 未必可以一個回合就起好的 因為他都要吃很多的行動點數 就是譬如 這個最起碼都要用三個Civil Action 才可以起得出來 那麼 Right now you don't have any resource or civil actions for constructing the parameters 那麼 但是他說 如果你想的話 你可以給 OK 這個也是 搞笑 可以給這個轉席 然後就會完成這個 奇觀的 You can always buy more in the store in a purchase 他說 Sorry 說笑而已 我們不是那些 付費的手遊 那麼 那麼 嗯 嗯 接著他有 You really need to gather all the resources to complete a wonder 那就是說 3加2加1的石頭 那麼 他就說 Let's go back to the player screen 那麼我們已經用了那些Civil Pawn了 所以呢 就 呃 他說 你記不記得我們做了什麼事呢 那麼 那麼 If not Never mind 那麼 那麼 There is a handy log on your action 他說有這個紀錄的 那麼 那麼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哪裡看呢 就是 Open the log By clicking the Pulsing Button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就是在最左上角的這個三角形這裡 那麼 按一下呢 你就會見到 Round 2 我們做了一個動作 兩個動作 三個動作 四個動作 花費了什麼 做了什麼 那麼 See everything is here with all the details 那麼 Check the log whenever you need more details about what is going on 那麼 那麼 因為有時候你在想來想去 有時候你都不記得之前是不是做了什麼 或者 某個動作做得不好啊 那麼 Undo 那麼 Now it's really time to end the turn 那麼可以結束第二個回合 那麼 那麼 在生產的階段呢 我們就會生產兩個Sigma 和三個礦石的Token 那麼 Because we have three minds now 好 那麼就加入來了 這裡有四個 這裡有三個 那麼 嗯 Wait a minute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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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拿了兩張 那麼 還有一張 有個紅色交叉就會拿走 其他就會向左移 那麼 那麼 他就說 When replacing the card roll reprendishing reprendishing the card roll the game will not use the age a card anymore 那麼 其實就是這些這樣的牌呢 其實就是代表你的時代 那麼 A的牌呢 已經用完了 那麼 下一個時代呢 就是h1 啊h1 那麼 那麼 他就說 this is h1 deck of cards 有三五張 那麼 the new cards will be dual form 那麼 那麼去補這三個格 那麼 那麼你就會看到 排個頂 啊 那麼 本來的呢 是antiquity 那麼有個A在頂 那麼這個h1 這些呢 就會有個i 有個羅馬數字 i 即是代表1 h1 那麼 C h1 card we are in the first real age 那麼 那麼 是一個 中世紀 那麼 那麼 這個時代呢 就 嗯 應該有個中股 這個時代 那麼 這個時代的話呢 就會 嗯 維持 直到這個h1的deck 用完為止 那麼他就說 現在呢 我們就去看一下 我們把ActionCard 上個回合 抽回來的那張ActionCard Urban Growth 那麼我們 看到他的那個用途 就是說呢 當我們建一個Urban的建築 Urban的建築 Urban的建築是什麼呢 就是 Philosophy 或者那個Temple 就是所謂的Urban Urban building 然後就說 我們可以建一個廟 或者是實驗室呢 就用少一個石頭 那麼他就說 But for some reason both buttons are disabled 有某個原因 我們 兩個都 不能 按 那麼 他就叫我們 按一下他 按他就說 You do not have an idol worker available 因為剛才本身 他就放一個 idol worker 現在沒有 所以我們 就算有足夠的資源 都不能 起 記得 那麼 Let's go back to the player screen 那麼 他說 我按一下 We need new worker Do you see the arrow button with 要兩個食物 的這個icon Click it please 他就說在這裡 這個2 就閃一下 他就叫你 我按一下 用兩個食物 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idol worker 出來 好 那麼就 啊很簡單 那麼我們用了兩個食物呢 去 和一個的civil action 我們就產生了一個新的worker 出來 那麼在這裡 那麼 Well actually creating new people is not that simple but we have we'll have the dead bird and bees talk later OK 那麼他就說 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工作 就是去給這個idol worker的一個工作 At your service, my lord 是那個什麼 AOE At your service, my lord Great Let's take a look at our buildings 那麼 他叫我們看一看我們的buildings 那麼 他就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實驗室 那麼實驗室就會每個 這個最低級的實驗室 每回合會產生一個科技點 那麼 It produce一個燈泡 那麼就是一個science point 那麼 那麼 這個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confirmed by the statistic bar 就是這個統計的條 那麼 這裡我們現在有兩個科技點 每個回合會加一個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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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ligion card says Each temple produce一個文化點 這個叫做culture point 文化點 那麼 也會有一個笑臉的 後面他就會說笑臉有什麼用 那麼 There are no workers on the card 他說現在沒有 沒有 一開始是沒有worker的 那 所以呢 我們每回合也都不會 暫時是不會產生文化點數的 所以我們什麼文化點數都沒有 那麼文化就是表示每一個文明影響這個世界的程度 那麼 因為你 這個文明要強的話 你不可能 我自己強 其實對於別人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那麼 探想 我很強的文明 這樣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設定 這個文化的點數 影響這個世界的 影響這樣 那麼 那麼 The player with the most culture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game will be the winner 就是單純 這個就是個分數了 就是那些其他的東西 就不關分數的 但是那些東西 可以譬如 這些資源可以幫助你 研發到科 拿到科技點 研發一些新的科技 跟著也都會加速你 你資源的生產 或者令到你的軍事更強 從而呢 也都有可能 去幫助到你 拿到更多的文化點數 這樣 那就是大概這個遊戲要做的事情 那麼 當然後面還會說到軍事那樣東西 那麼 But we can worry about culture later Right now we should increase our production 這個科學的生產 那麼 所以他叫我們呢 建一個lab 那麼 那麼他就說 哦 我差點忘記了 我們有那個urban growth 那麼 幸好呢 這個遊戲呢 就會提我們的 那麼我們就用它 那麼他就會讓我們選 哦 要用這張urban growth 那麼就用這個兩個石頭 和一個文事點數 你也都可以選擇不用 保留著這張卡 又或者cancel 就回頭 那他就叫我們用了它 那麼他就叫我們用了它 啊 他又說我師故我在 那麼 那麼 Great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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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多了一個實驗室 那麼我們去看看外面 那麼 那麼 這裡就會變成有兩個燈 在這裡了 那麼 然後呢 上面呢 就告訴你 哦 我們每回合呢 會加二的science point 那麼 那麼 Also note that the urban growth card is gone 啊 那張urban growth那張卡呢 就會用了變成discard了 那麼 Yellow card are discard after one use 用完一次就會 啊 氣牌 那麼 But it worth it It was worth it 那麼 We have a safe 我們省了一個石頭 那麼 那麼 之後可以拿來用 那麼 那麼他就說 現在呢 我們去看看一些牌 啊 without two remaining action 因為我們都沒有了礦石啦 就是只有一個 那麼 我們都起不到再更多的東西 那麼 那麼 所以我們呢 考慮一下拿牌 那麼 The leader are still dimmed 那麼 甚至說 這個leader都是暗的 因為我們還 這個還是這個HA來的 那麼 那麼 那麼他就說呢 當你有一個 未起完的一個奇觀的時候呢 你也不可以再拿奇觀進來 所以這兩張牌呢 也是暗的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起完這個奇觀 才可以再起 但是 一個物名 就不可以起太多的 他就最多起三個而已 而且你起 每起完一個的時候呢 再起下一個的呢 你要拿 你要拿個奇觀的點 所以才會增加 本來這區呢 是一個白色的 那麼 那麼 他現在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在這裡 那麼 假設你起完之後呢 你要再拿呢 就要拿兩個 Action Point 才可以拿到 那麼 那麼 這裡本來是三 三個白色點的 那麼 這個要四個白色點 才可以拿到 那麼 如果你要兩個 奇觀的話呢 那麼 就會加 加多兩個 Action Point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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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take the two cheapest action cards feel free to read what they do 那麼 我們去看一下 這兩張 一費的 卡 有什麼用啊 這張可以得到一個石頭 和一個食物 這樣 那麼 這一張呢 就是可以 送一分的科技點數 和四點文化給我們 那麼他就叫我們 應該是拿上手 嘛 好 那麼他就叫我們 結束這個回合 那麼就會進入這個 production phase 那麼我們會生產兩個食物token 還有三個的 礦石token 還有兩個科技點數 那麼他就現在就告訴我們 呢 這些 這些的資源呢 是從一個叫做 blue的一個 bank 拿出來的 或者叫做 blue的bank 藍色token的一個 一個庫這樣 那麼 I will show you where the token come from this is a blue bank 那麼你知道 this is the original 就是他本來是一個 bought game來的 所以 你不可能有無窮 無限的一個token的數目 那麼在這個回合拿完之後呢 我們呢 將 這個blue token bank的最右邊 就已經 拿完 拿完 and the yellow token come from surprise surprise 我們也都有一個 yellow token的bank 的 或者叫做yellow bank 的 那麼他就說 這個回合我們嘗試一個 超級快 和一個簡單的回合 那麼first let's make some progress on the pirements 我們去建這個金字塔 因為要建完它呢 至少要三個action point 所以他說一次過用三個 就會比較快 那麼try to figure out how 但是呢 是早之前呢 我們今集才來到這裡 因為已經有點長 那麼我們下一集 再繼續這個tutorial 我們下次見 拜拜